为什么封装 第一 我这一个页面当中 是不是肯定会应到请求啊 那杨老师啊 这个页面当中封装请求 我是不是已经整成了一个叫做方法了 那是不是在这个页面当中 我是不是随便可以就要用啊 明白吧 但是现在问题来了 我想在这个页面上也要用了 我现在想在这个页面上也要用了 我现在想在这个地方也要用了 不好意思 是不是把同样的代码 你要复制粘贴很多份啊 那么浪费 那这时候我们就想着 我们能不能用模块化 把这个东西干嘛呀 给它拧出去 完了以后干嘛呀 我们在用到的地方 我们倒进来 是不是就可以用啊 我这样讲的歌唱吧 OK 那这时候我们来 我们就可以用模块化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简约一点 我就在YouTube这个地方 我写个http.js 可以吧 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不用小程序 给我们提供的这种叫做commons 什么.js这种引入 明白吧 我们用什么 我们用ES6提供的叫做模块化 忘了没关系 我们不写嘛 写那不就知道了吗 ES6模块化 无外乎就是两种嘛 一个是导处 是吧 一个叫做什么 是不是导处啊 那么导处呢 它无外乎有两个 一个是叫做什么 export 是不是啊 然后什么 名字 是不是就可以啊 我这样能跟上吧 那还有一个呢 叫export default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这两个呢 区别在于哪 什么 区别在于 这玩意儿是个对象 是不是啊 它是一个什么 是不是对象啊 一个页面干嘛呀 可以是吧 导出N多个 你看吧 这个玩意儿呢 一个页面是吗 只能用一次 可以吧 那导出呢 有input 什么input 然后呢 XXX 然后什么 路径 是不是这样子的 那这时候呢 大家看好 这种导处呢 我们叫做什么导处呢 叫做 那个 export的什么 导处 export的什么 default的一个什么 导处 明白吗 就是说你在这外面 写的一个什么东西啊 是这样导处的 我们就可以这样导处 明白我的意思吧 那如果说是上面的这种导处呢 我们就要用解构 叫 解构复制 我现在带大家来回顾啊 你们现在干嘛呀 是不是这样的形式 XXX 然后什么 然后什么 路径 然后呢 这叫做什么 是不是用 X什么 或者什么 我们这样的是导处 导处 导处的 是不是这样的导处的 明白吗 真假的能不能跟上 但是这种呢 写着写着 比如说 假如说你这玩意要导处了 是不是可以导处N多个呀 假如现在要有一千个 你这玩意 你要是 是不是这 这里面什么写一千个 累不累 于是乎 就出现了一个东西 叫通备服 什么通备服啊 哎 很好啊 叫什么 信号 什么 open jacket from 什么 路纪 是不是这样 明白吗 我这样就能跟上吧 ok啊 那当然这个地方呢 也可以用什么 别名 可以加额子一下 写个别名 当然这个东西一般 我们不写别名 就是 就原来叫什么名字 就叫什么 可以吧 他可以写别名吧 能起别名 能起别名啊 能起别名 你这个真的让我差点都不知道讲什么了啊 可以吧 可以起别名 只不过说我们不愿意去写别什么 因为你这样的话 一起别名以后 你有去追踪代码的时候干嘛呀 你是不是有的时候就不好去对应上啊 明白吧 肯定能起别名 不能起别名 我要跟你们说嘛 这不打脸了吗 对不对 那接下来干什么 虽然说打脸是经常打 但是嘛 该打的时候还是尽量的手打一点 对不对 ok啊 那接下来我们是不是就要写啊 那怎么去写 大家看好 我写个方格室 ok 我是不是发起一个网络群 就要http request 那这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写 我们是不是要一个url地址 这没错吧 然后呢 是不是还有个参数 那这个参数呢 我用data 只要直接写 是不是就得了 接下来我们返回一个什么 什么方法室 当然这个时候 我们就要写上一个什么 很专业的写法 好吧 ok啊 是不是见多啊 那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是不是写上微信 request 然后呢 这时候是不是就写完 这时候呢 大家看好 我们是不是url是传过来的 data呢 也是什么 是不是传过来的 当然除了这些东西 我们还有哪些 也是传过来的呢 大家跟上我的节奏 我们的message 是不是也是传过来的 是不是也传过来啊 所以说message 干嘛呀 也是传过来 那么我们的head呢 这也是我先保留着 我一不传一不写 我们先放在这 明白我的意思吧 这两个呢 可以干嘛呀 直接删 那这时候呢 我们是不是现在 有一个resale 那这时候 我们稍微也干嘛呀 把它改一下啊 it 等于一个什么 resale 下面的it 那这样的话 我是不是写完了 那这时候 咱们在这个地方来 什么删叫他 那这时候 我们在这个地方来 是不是有一个 这个地方 它也有个反规值 我们叫做reject 然后呢 得一个l 那这时候 我们是不是就 把封策完成 能不能干嘛 那这时候 咱们是不是要导出 这个函数啊 是不是导出 这个函数啊 我们怎么导啊 是不是导出啊 是不是导出 导出怎么导 是不是x什么 报的 x报的什么 谁 是不是对象 是不是对象吗 然后什么 你叫什么名字 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什么名字 ok 这样的话 我们是不是就导出了 可以吗 能不能跟上 但是你发现 这样去写 是不是挺累人的 于是后干嘛呀 于是后我们就很偷懒的 我们来试试啊 是不是这样去写啊 那这样就写 这个地方单词写错了 xml 是不是就写完了 写完以后我们就想到 这种写法干嘛呀 现在已经干嘛呀 是不是不用啊 就是我们是不是用 什么 然后呢 在这个地方来干嘛呀 可以吧 真的能跟上吗 我是不是一点点的给你们演演变过来了 所以说我们在外面的话 你见到最多的就是这种写法 那用到这什么鬼东西 这不是把这个函数定义成 到这个变量当中去吗 你这玩意儿你可以用啥 我不用Constant 我用VR 你不知道你能看得懂 这不就是个变量吗 我们洗个变量的 这个是不是什么什么什么 开图啊 对不对 只不过说干嘛呀 我们说函数 你不可能把名字下面再给我改掉吧 是不是为了引领性 我们用Constant 因为是炒料嘛 我们下面不可以复制 也不可以改 明白我的意思啊 因为我是把这个函数 复制给了这个变量 然后把变量导出去 是不是就这个意思啊 这样的话我们有原来的 帮帮帮这么多 是不是变成了一句话 去解决问题啊 可以吧 那这样导出去以后 接下来干什么呀 我们是不是就要开始用呢 那用怎么用啊 咱们在干嘛呀 我叫U子啊 U子 OK 那这时候我们是不是就整个U子啊 那接下来我们在这地方来刷一下啊 刷完了以后 接下来来 是不是在这 在这个地方呢 我们首先是不是就要开始进行什么 什么导入啊 导入的话 我们叫InPod 然后我说了 因为我是用Export的 然后用对象的形式导出吧 所以说我们就要什么 什么对象的形式再来啊 那么这时候大家一定要注意好了 你这里叫什么名字干嘛呀 是不是这里叫什么名字啊 这是解构复制的什么 标准写法吧 可以吗 然后这时候叫做From什么 点点杠 点点杠 下面的U子 下面的Http.js 这样的话我们是不是写完 能跟上吗 那接下来干什么 这些东西干嘛呀 全干掉 这些东西全给它干掉 然后呢 这个东西干嘛 干干干干掉 然后我们把这没有用的全部给它干嘛 所以说这时候你就发现 如果是没有Promise 我们用回调的话 你这是很麻烦 当然我们现在用这个 你看啊 点上一个什么 那不是用点 直接写吧 是不是URL啊 那么我们是不是就直接写一个URL 那么这个URL呢 我们直接在什么 赖在一个URL 那么得于一个谁 我记得我在这上面 要喝 我在哪里有一个 我知道我在哪里定义这个URL 是不是在这 OK啊 然后呢 咱们在这个地方来干嘛 把URL是不是定义了 这时候我是不是就传一个URL啊 然后后面呢 是不是就保持摩认 是不是就不用传啊 然后点上一个什么 什么这样啊 然后有个IT 那么这时候来 我们把IT干嘛 什么打印出来啊 这时候大家来看一看 有没有什么问题啊 什么依然也出来了 能不能跟着 那这时候大家发现 我进行封装 有什么好了 这时候问题又来了 就这个破东西 我说第一个人说是URL 你怎么知道是URL 时间久了 你是不是不认识啊 不认识怎么办 点进去干嘛呀 是不是在这个地方来看啊 有不友好 你看老实很友好啊 我怎么觉得不友好呢 那这时候我们再想一想 你们之前用人家的那些框架 人家是怎么去写的 人家 你看比如说我们叫VUE一样 又一个什么 VUE 然后怎么去写啊 是不是写个E也要 等于什么什么什么 毛哥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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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不是都有个K和Y6啊 这样的话有什么好处啊 顺序你随便放 顺序随便放 你说我们这个地方的话 你顺序能随便放吗 你把URL放到第二个 然后把第一个写的 你不好意思 一会就跟你报错 为什么 说URL不是一个什么 对象 它应该是个组算 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那这时候我们怎么解决 这个问题 这时候我们就说 兄弟啊 咱们简单嘛 你都已经用到 ES6模块化了 那么我们一不做 二不修 我们就来用ES6的一个 叫做 ES6的一个叫做 对象 对象什么 接受 咱们接受呢 这个东西写法 其实说白了 它也是用到了谁 也是用到了一个 叫做结构复制 所有的结构复制 在我们ES6当中 重要的 来看啊 怎么就写呢 CtrlX 然后这个这样 这样就写 就本来是不是 三个家是吧 现在我们用一个 对象扣起来了 没有吗 这玩意不就是 结构复制吗 能干啥吗 然后这时候呢 传餐的时候 不好意思 就不能这么干了 我们稍微把它 稍微把它注视一下 这时候我们用到了 ES6的什么 ES6什么 解构复制的一个参数 那这时候怎么就写来 这是我们这样就写了 这时候 大家看好 我们就这样就写 写个U21 得与个什么 U21 那这时候有什么好处 你比如说 我想 我刚才是不是有个Data 我把Data写到 这前面来 得与个E 你看好 它决定性干嘛 不会给我出问题 为什么 因为它已经跟顺序不关了吧 是不是跟顺序不关了 和内心相连 对不对 那这我们 你看我给A 给大家开好 这个地方干嘛呀 是不是啊 能看到吗 那这样的话 有个最大的好处 就是什么 我们写法 是不是跟U21 当时在写的参数 是一样的 我们留一个对象 还在用个东西的时候 它是不是和我们 之前的一模一样啊 能不能跟上 可以吗 我这样讲 能不能跟上 OK啊 那可以了 这是我们 请不吝点赞 订阅